今天是2024年9月25日星期三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慧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会由两宗法庭案件 看看盲目反政府、反国家的年轻一代 对法律的观念和一般人的认知有何不同 人称Lunch Court的李国永 和退休女保安賴瑞英 就在2022年8月一宗死因庭案件上 当众追着证人来滋扰 其中Lunch Court追着死者的妈妈在骂 她还向人家举终止 他们两个之前已经被裁定了藐视法庭罪成 昨天9月24日就在高院一起被判监三个月和纵费 案件尼尾的发展都很值得大家 一起思考下 首先因为Lunch Court写完求情信道歉 但被踢爆同时申请紧发援上诉 法官忍不住责疑Lunch Court的悔意 流于表面要压后判刑 另一方面判刑之前 Lunch Court不断在社交媒体出post 就在这里猛断扮惨 预告自己要坐牢 她试过上载律证司发给她的清单 上面问她追讨部分的纵费 成为港币16万元 但是之后不知为什么 又拆走个post 我们HKG 报就着Lunch Court自爆要赔16万的事报道 接着她就cap了我们的图上载 之后就这样说了 她说我手上什么都没有 莫说16万 你说16亿 我都不怕你 你要打压我那么尽 我最多就破产 这几年读一下书 不上班再拿着脑中 一个先都不还 四年后一条好看 她说自己不希望去到这样 但就赖 如果个政权真的要这样逼我 我真的做得出的 由这一段的言论 我们看得到Lunch Court的费议 基本上是等于零的 将自己针对死者家人的行为 轻轻地带过 还警告法庭 如果判她赔重费的话 就是政权逼害她 这个逻辑相当奇特 最有趣的是 在Lunch Court 入育儿童手足暂别的帖文下面 除了有留言说加油 等你回来 还有一批好得人惊的留言 包括说什么 香港幸好有你 感谢你为香港的努力及付出 公道自在人心 Lunch Court 在庄严的法庭外面 中目攀攀之下 对着死者的家属举宗旨 追着别人来骂 在别人的伤口 大大力地耍炎 然后有些人出来跟她说加油 还说香港幸好有你 感谢你为香港的努力及付出 公道自在人心 我真心觉得 真是好得人惊 如果留这些言论的是真人 我要问下他们 为什么要觉得这些恶行 对香港这么重要 要说多谢呢 这一点再次证明 有一些人已经被政治洗脑 连基本事实道理都不说 你们是什么质素 更重要的就是 类似的留言总是会在每一个黑暴案坐牢的人物的帖文 报道下面看得到的 令人怀疑留言的是不是网络水军呢 如果是真的就更加得人惊了 因为可能有人试图将所有暴力犯法 或者滋扰秩序的行为 有组织有预谋地正当化 要传达超错的信息 宇宙最强有品霸权 曾经被人揭穿在疫情期间 他的军队大量在开假 account 炮制污蔑中国疫苗的假新闻 所以就不要怪我乱想东西了 因为已经是有先例的了 而且效果很显著 类似Lunch Girl这一种的年轻人 可能就是沐浴在类似的错误信息下 被自己人甚至有心人荼毒的典型例子 真是不要怪我太过多心了 正如有分析所说 香港已经成为了中美交锋的足球 香港一定会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 再小的事都可能隐藏着 攻击国家安全的可能性 另一个例子 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的 在2021年的7月1号 在铜锣湾街头发生了刺警孤狼案 当时港大学生会 平议会时任的主席张敬生 竟然在平议会上动议和支持疑空梁建辉的议案 结果他承认善惑他人有意图 而伤人罪 判监两年 在今年的9月13号 张敬生就上诉获减刑去到判囚15个月 他表示自己坐监的时候行为良好等等 应该得到三分之一的刑期扣减 可以即时获释 但承交署就继续激压他 所以申请人身保护令要求即时获释 昨天9月24号的高院上面 承交署就向法庭 承交了国安委的决定 清楚指出 如果张敬生获得减刑 认为将会不利于国家安全 法官于是因应国安委的决定 同意承交署的击押属于合法 法官重申国安委的决定 不受司法覆核挑战 于是即时撤销张敬生的人生保护令的申请 结果他就要坐到11月才可以翻出来 大家都知道香港国安法第14条定名 国安委相关工作 不受香港特区任何其他机构组织 以及个人的干涉 工作讯息不予公开 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不受司法覆核 这条法例的重点之一 相信就是要突显国家安全相关的案件 性质可大可小 真的要小心处理 张敬生能够按照现行的规定 去提出申请放监 反映制度上可能有容易的漏洞 问题是偏偏这些无视国家 盲反国家 不尊重国家的人眼中 他们不觉得国家安全问题存在 所以觉得法庭连续犯错 他们的逻辑觉得 法庭判任何手足坐监是第一错 政府批判刺警孤狼是第二错 国安委这样做就是第三错 总之千错万错都是特区政府和国安委的错 在报道这件案的留言下 清一色是一帮手足批评司法制度 竟然有人敢说 如果香港争取民主人权以触犯港区国安法 可以被重判 又有人说判决根本就是用重刑 厄杀人权和自由 请问一个大学学生组织 公开向大街大巷刺杀前线的警员的移空致敬 和民主自由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就是向暴力say yes 的错误想法 再情再理 这些暴行都不应该获得任何人的同情 特别是程教署长在接纳内部评委会的意见 认为张敬生的言行 令人难以相信他有真诚悔过 反而张敬生一个屈尾十 就可以尝试用他的行为良好等等的理由去寻求提早出辱 由正常香港人的视觉去看 这件事简直是离了大谱 不少市民甚至觉得法庭判的刑期反映不到事件的严重性 制度上容许国安委出手保留是非常重要的一手 否则很容易会向社会传达错误的讯息 令人以为危害国家安全是一件湿湿碎的事 而这两宗案件比起其他黑暴案件 认罚上未必很重 但背后涉及的因素和影响都很深远 无论政府还是香港市民 真是要小心地看待 好了 今天的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开始我会放一个短假期 就会由同事帮忙和你们继续今天焦点 明天见